《雙年展》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到這邊 跟大家做這樣的一個分享交流 首先非常謝謝各位來參加雙年展的陶友們 特別要謝謝各位從國外來的陶友們 希望你們在臺灣擁有一個愉快的時光 也要非常謝謝陶寶館所有工作人員的全心全意 把這樣的一個展覽翻得這麼好 今天早上我想范老師跟Randy先生講得非常的精彩 而且講得給我們非常多的一個實用性的諮詢 那我今天講的這個東西讓你看不到摸不到 可能沒有什麼實用性也就是屬於精神性的一個部分 但是在談精神性的部分 我想我們先談一下當代陶藝的一些表現法 我想人類跟陶土是土就有非常強烈的連結 我們現在發現世界最早的一件陶器是在捷克境內 一件大概兩萬五千年的一件女性的一個裸體雕塑 那事實上人跟土地的這樣的一個自然的一個原生連結 事實上讓人類有拿起泥土就具有雕塑的一個本能 所以我們知道原土的祖先他除了使用陶土製作許多使用的器皿之外 即使是器物他也覺得人類的進化而做了一些演化 所以說人類的祖先除了製造這些使用的器物來做求生的工具之外 他也用它來做了許多關於精神媒介的一個傳遞 所以我們可以看見這個充滿了特性的一個材料 他事實上是自古就很多人喜歡創作的一個媒材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以陶土來做創作的當然不是只有陶藝家 藝術家很多人都用了陶土來做了這樣的一個作為創作的一個表現 首先我們都知道眾所知識的Picasso 他在器皿上做了非常多的一個繪製 實際上他也不是只有在器皿上的繪製 他甚至在器皿做把那個使用器皿做了合體或做變形 然後做了像說動物的造型或人體的一個雕塑 然後在上面做繪製 米羅 米羅身上也做了非常多的陶器 米羅是在他二十二歲的時候 他遇見了他一位老朋友 他跟這位老朋友創作了第一件的陶器 創作這件陶器第一件陶器之後 引起他的興趣 所以從此以後 米羅就跟他的朋友 還有他的朋友的家族 合作了很多陶藝方面的創作 這件是他在巴塞隆納的一個公共戶外的一個雕塑 那我們可以看到紅色色塊的部分 事實上就是陶瓷的瓷� 再來就是佩瑞 他這位是英國的藝術家 他在2003 年的時候 他曾經融獲了英國泰特美術館的一個透納獎 這位藝術家他習慣在評判上繪圖 有時候是插畫有時候是拼貼 內容大部分都是自傳體或是社會議題 事實上在他評判上繪圖來講 對他來講 只是一個眾多媒材的選項之一 這位藝術家他還有一個名字叫做克萊爾 就是當他以女生 女生裝扮的時候的一個性別分身的一個名字 佩里他跨足了許多的媒材 就是說除了陶座之外 他也做雕塑 他也做版畫 他也做服裝設計 蔡國強先生 蔡國強先生曾經旅居日本一段時間 事實上他在1993 年的時候 社會邀到日本逃逸之身駐地 那個時候在1993 年的時候 蔡國強先生就跟日本逃逸之身的工作人員 他們到了海邊找到了一艘廢棄的船隻 所以就把他帶了回來 蔡國強先生就利用兵馬用的陶庸的石膏模 翻製了非常多的陶庸 然後還有許多的陶器 然後他們又找到一些像說電器裡面的一些零件 所以他們就把他通通放到這艘船上面 然後放了一把大火把它燒了 所以說日冷逃逸之身的地底下 事實上還蠻有一件蔡國強先生早期的作品 再來 蔡國強先生後來在2004年 他也做了這件叫做回光來自盤城的禮物 根據那個李依華小姐的文章提到 其中有七位來自日本福島縣盤城的居民 當時他們跟蔡國強先生一起到海底 然後發現了這一艘沉船 這七位居民呢 他們就隨著這一件作品 到全世界各國參加布展的一個工作 事實上當時他們發現這艘船隻的時候 不是只有這個船隻的殘害 更發現在旁邊有很多像這個全州的觀音 來自全州的那個白石觀音 還有在旁邊有非常多的一個破碎的一些那個磁片 那個實用性的盤碟 跑掉了 OK 再來艾未未 艾未未先生他事實上也用了非常多的陶翁 我們都知道陶翁他是非常質地非常非常的古朴 然後陶翁的顏色一般都是大地的顏色 艾未未先生他就把這些陶翁通通上了非常先例的材料 有時候事實上他也在這個陶翁上面 直接用英文寫上可口可樂的字樣 另外這個是他的一個三部曲 艾兩美智先生 艾兩美智先生他在2007到2010年 總共三年之間來來往往 陶翼之聲 事實上他在那邊駐地的時間 整個時期大概合起來大概是有一年的時間 事實上艾兩美智先生對於做3D立體 是非常熟悉的 因為他的確也做了非常多3D立體的一個作品 所以不同的是之前的一個作品 艾兩美智一般都是先用保麗龍 做出一個圓形 然後將保麗龍的圓形送到工廠來做翻製 所以對他來講這是首次幾乎自己親手做出這些大型的陶翁 做陶翁對我們來講是需要一些基本的一個訓練的 技術上的訓練 所以奈良事實上他也在陶翼之聲做了學習的很多做陶的一個基本的技術 然後他本身也做學習的有關很多陶翼的一個歷史 左邊那一件就是他正在架構的那個娃娃的內部的一個結構 那我們看到右邊那一件事實上他是後來就是製作出來巡迴世界的這個原型 左邊那一件作品叫做生紙 奈良先生這件作品實上他要強調的就是這個娃娃後部這個頭髮的一個那個重量 能量感喔 這個是最後燒成的作品 這件燒成的作品最後他的高度是278公分喔 我們都知道這個土胚進入燒搖之後的縮比大概是12%到15%喔 這個好像只是土得了是有1.5噸的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從上面看來喔 其實當代藝術他是以觀念為首 雖然他們拿起泥土來創作 但是泥土對他們來講 世上只是他眾多的一個材料的選項之一喔 相對於陶翼家我們以泥土為單一的一個材料 而且經過雕塑又要使用整個燒成技術的一個過程的一個必要性 是有一些不一樣的 然而我們還是可以發現很多的藝術家 他掌握了陶土本身的特性 還有燒成和這些過程技術一個必要性 作為他創作的表現 所以我們可以看見很多人他的確也同樣的表現出 這個陶翼的一個非常豐富的語彙 我下面把它分成五大類喔 像泥土特性的表現 燒成的一個運用 石膏翻模的運用 右色的表現 跟現成物的運用 這五大類我是挑一些我個人稍微比較熟悉的一個藝術家 陶翼家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第一個就是泥土特性的表現 這位日本陶翼家邱三陽先生 我自己也對他做過訪談 邱三陽先生他曾經說過 當他開始在年輕學陶的時候 他看著泥土 他就看著一個逐漸乾燥的這個土塊 他就問自己一句話 就是說泥土有沒有辦法像橘子一樣 像橘子皮從表面剝下來 我想當他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思考的並不是單是屬於所謂的技術性的結構 而且已經思考到所謂的這個物質的一個物理性喔 再來就像他看到的裂縫跟剝落是這個泥土乾燥的時候 通常出現的一個特質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有沒有可能同時表現出 我們可以看見到的物質的一個表面 還有內部看不見的內部結構呢 再來也是日本陶翼家新野小 我也對他做過一個採訪 我們可以看見這件作品 他的題目叫做表層深層 他做的這件作品的時間 是在1979年 我們可以仔細看這件作品 其實是表層上面的那個層次感 這個藝術家把這個層次感的掌握 是非常細膩的 我們也可以看到周邊 每個西風處 他都做了最好的處置 非常細心的掌握了整個整體上的全體跟西部性喔 同樣的事實上 1986年的時候 新野小的住處喔 他發現 他發生了一次非常嚴重的土石流 也就是說 新野小一家四口 除了他們一家四口順利的逃生之外 其他的一切一切都被土石流所淹沒 所以對新野小而言 他對我說 從此以後 泥土對他來講 再也不是可以被他撫摸控制 他可以掌握的一個材料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對他來講 就是說 我將身體的部分 壓上泥土 這項單純的原始行為 泥土以柔軟的線路作為回應 若我過於唐突表現出我自己成形的泥土 將以崩塌或破裂來表現回去 我們可以看到他這個題目 你可以看到 叫土水火大地風雲 再來台灣的陶藝家 徐永旭先生 徐永旭先生 他利用了做陶的幾個最基礎的做法 像泥土的圈圈 還有泥條的一個戳樓 甚至所謂棒形的重複 什麼叫做棒形的重複呢 就是我們做陶人都知道 你就是把一塊 泥球放在你的手掌心 你的大拇指壓下去 然後往外推 就像一個基本器型的一個圓形 所以他利用了這個 我們做到了幾個基本的一個手法 來建構出這些非常充滿了一個 生命力的作品 所以我們可以看見 就像他講 試用練習的或者放在一起 沒有做到幾個中間 在等待用時間 你放在一起 你也要去 bet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可以看到 徐永旭先生所有的作品 整个雕塑 我们都可以看见 创作者 他的手指 他的手腕 跟泥土美术 所接触 和私底的一个痕迹 也就是这位艺术家 他让他的身体 跟泥土的一个互动 产生非常直接 和纯粹的一个紧密的合作 再来小岛修先生的作品 昨天小岛修 已经在这边 介绍过他的作品 我们大概都已经 非常的清楚 他这一系列的作品 他就是使用 台湾台南六甲工厂 所使用屋顶瓦片的 一个领配 作品强调 人类生存于大自然 顺天应人的一个 关系的一个历史回顾 但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注意到 事实上小岛修先生 也一直在掌握着 属于泥土的一个 能量的一个表现 还有一个泥土的一个 也就是小岛修先生 他出了 他之前昨天讲的 那个创作理念 我认为他也一直在处理 有关泥土的一个能量 跟一个动感 我们可以看见他的作品 看起来是 非常的大气跟粗犷 但是在细库的地方 我们也看到这个 艺术家 就跟他本人一样 外表看起来很粗犷 但在内在的部分 可以有他非常细心 然后内向的部分 再来就是 骚承的运用 这位是 日本陶艺家 清水六边魏先生 清水六边魏先生 他本身是 日本找稻田大学 毕业的建筑 他是建筑系毕业的 而事实上 那个六边魏先生 他在毕业后 他的确也从事了 建筑师的一个工作 当然他发现 他的个性 并不适合 从事群体分工 而是比较适合 独立的创作 但由于他整个 严格的一个训练的背景 所以他在做陶的时候 是非常严谨 就是说同样的 这样的一件作品 他必须先做出 每一个的指模 再依照指模 来再做 陶板的一个切割 但是他发现 他不论再如何 再小心的一个作与 他这个结构上的一个处理 甚至于那个 结构内部的一个支撑 他还是不免的 出现了所谓的 塌陷塌落的这种不完美 所以这位艺术家就想到了 这个 就思考着这个问题 就是说 当陶土在高温烧遥的时候 无法避免这种 自然定义的陷落的时候 那我们如何来掌握 这样的一个定律 来进一步表现这个陶土的特质呢 他既然这样思考之后 事实上他就把他所有作品 内部所有自身的结构 统统拿掉 除了在切割线面 然后其他就让他进入窑里 接受了所谓自然定律的 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 这位美国的陶仪佳 我们可以看见 第一次我看见他作品的时候 我以为他这个是属于 具有纤维质的纸张 或者甚至是 属于有纤维质的布皮 后来才知道这是陶做的 也就是这位陶仪佳 事实上他也巧妙地掌握了 泥土具有 模仿所有材质的特性 他的这个作品 事实上他用的是非常基础的方法 也就是泥土圈卷的一个方法 由于他的一个形体比较大 所以他就是做一个单独的一个圈卷 然后一个较为大型的一个胚体 宝额大的一个胚体 然后就放到让他放到窑里去烧 在高温烧成的时候 就让他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自然的塌落 所以有些作品进去 他可能烧了一次 有时候他烧了两次 再来这位是修奥丽的陶仪佳 他同样的掌握了所谓人为 跟天意的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他说过他的作品 事实上他可以做一些稍微的掌控 也就是说他的这些高塔 他可以倒向左边 也可以倒向右边 也就是说他要在哪一个 想要倒哪一边的时候 他就在某一个地方 他加强了他的结构 某个地方他削弱了他的结构 但除了这个部分的掌控之外 大部分他说他还是让随机的发生 来自己运作 所以就让他进到窑里 然后也让他成为 人为跟天意的一个合作关系 再来日本的陶一家 李江良二 李江良二在日本有一个称呼叫老顽童 李江良二他本身并不是科班出身的 所以他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也的确都是跟人家不太一样 就像说我们一般在学拉配的时候 可能老师教导你的时候 就是先找到拉配的中心点 但对李江良来讲 为什么需要找到中心点 如果不找到中心点 那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这个时候 他就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做实验 所以当我们要做到烧成的 陶一必须做烧成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 他又问自己 为什么要烧成 而烧成的定义到底又是什么 所以日本陶一之声 策展人三卜红子 他就讲了 其实对李江良二来讲 这中间并没有陶一家 跟泥土之间的既定规则跟限制 那仅是一个创作者 跟泥土的一个关系 实际上李江良二 他是住在日本昌华 那日本昌华是日本的一个六大古都之一 所以实际上李江有时候 他是会直接使用 已经烧成的一个陶气 那高温陶气 然后他将它磨成粉末 在我们陶一的一个理论里讲 泥土经过烧成的一个程序 达到所谓的陶一的一个定义 所以这时候李江他想挑战的一个概念就是 如果我使用的是 已经高温烧成的一个磁气粉末 所做出来的作品 那这样的一个烧成 这样算不算成立 再来石膏翻膜的运用 我想石膏翻膜 不论在东方西方的工业量产 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技术 但事实上当代艺术界以日本为例 将这个石膏翻膜的这样一个概念 带到当代陶一的创作 几乎在日本来讲是1970年的一个比较末期 那其中有几个代表的陶一家 像板桥广美 或是深剑陶制 我曾经拜访过深剑陶制的一个工作室 深剑陶制的一个磁气 它的体积是非常的庞大 庞大而且所以说石膏模式非常非常的重的 我想深剑先生 他不只是在灌浆技术的这种专业性 他事实上他对于钦池的掌握 在国际上也是享有很重要的一个肯定 再来我们看到这位是匈牙利的陶一家 西蒙 西蒙同样他是用的也是石膏模型的一个概念 但西蒙他说 一般来讲我们做过石膏翻模的人都知道 我们第一个我们先说出石膏的圆 都做出一个泥土的完美的一个圆形 然后做完这个圆形之后 我们再来做石膏 这个石膏我们就很仔细的做切磨 以方便到时候灌浆之后 东西可以顺利出摇 可以从这个石膏模具中顺利的拿出来 但西蒙先生呢 事实上他的程序跟一般人就有点不一样 为什么 事实上石膏就是他的一个 他的圆形 也就是说 我给大家看几个一张图 也就是说他直接制作了石膏模具 然后在石膏模具他做了切割 切割出他要的造型 然后再把这个东西组装 最后灌浆 这位是美国的陶一家 今年34岁在纽约出生的陶一家 我想他Peter 他的确是把古典的一个平气 带回我们现今二十一世纪 而且他又结合了几何图形的一个概念 他也进一步有思考了有关石膏翻模的其他的一个可能性 事实上他上色都是在石膏内部上的 并不是说出模之后才上色 我曾经询问过他 像他这个模具分模已经是算简单的 一般来讲他整个程序创作程序是非常复杂 第一个他会先画纸 先画草图 做完草图之后 他就会做出一比一的一个圆形 然后再来做石膏 然后分模这些切割的一个过程 那我就问他你这么多繁复分模过程的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动机跟启发 他表示所有的分模过程都是为了掌握石膏内部色彩的上色 跟他所做的一个分配 这类就是右色的表现 这位波兰的设计师 我们可以看这件作品 我们再看下组作品 当我们看见这三件作品的时候 我们会认为这是几件烧得非常漂亮 而且成功的柴烧 但事实上这位设计师 他所要做的表现 他并不是对柴烧的一个礼战 事实上这些作品 他是属于他直接取用丹麦 皇家哥本哈根的瓷器 我们都知道这个瓷器的烧成 是经过非常整个细腻 非常严静的一个过程 然而这个艺术家 却把这个已经高温烧成的一个精致的瓷器 选用了一个完全回忆瓷烧的一个方法 来做这样的一个表现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诚如他讲的 这些工业生产的一个古典的一个器皿 由于不同的一个烧成方式 其实已经再也不是工业生产的一个商品 而是赋予给他 在当代一种原创的一个新的定义 已经是属于艺术家自己独创的创作品 再来这位是台湾陶医家蔡忠荣 蔡忠荣先生 她自己本身的作品 几乎很多都是柴烧 她对于柴烧 她都是自己去读书 然后自己无私自通去摸索出来的 那由于她的大学 她主修的也是雕塑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蔡忠荣的作品 她在造型跟空间的处理 的确也有她独特的美学 可是她为什么要选择柴烧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呢 她的说法是她选择传统的柴烧的一个烧窑法 事实上就是对于泥土这样的一个材质 变成陶土这个源头还原的程序的一个还原 也就是以这个古老的烧窑方式实证这个基础的一个概念 再来有关现成物的运用 我们看到这位是加拿大的陶一家 她习惯用一些采釉堆叠的动物造型 放在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容器 所谓的容器呢 她可能放在的是像婴儿车啦 鸟笼啦 小孩子的椅子啦 或木箱 而事实上这些重复性的动物造型 并不是直接取用那些工业生产的工厂所制作的一些的陶器 事实上她本身收集了非常多的模型 然后她自己翻磨灌浆 那由于她本身具有乌克兰的血统 所以她比较喜欢偏向这种鲜艳的柴油 但事实上由于她的健康的关系 所以她到2012年之后 她就不再做陶 而且变成改作以纸张作为她创作的一个主要的美财 这位修雅历头一家我也采访过她 她在1982年到1984年的时间 她刚好有一个机缘 她得以收集国际非常知名 就是海伦纳的一个高级的一个瓷器 由于当时海伦纳丢弃了 非常多大量那种瑕疵残破的一个瓷器 在那个脚外 所以她就把这些作品 这个瓷器收集回来 她将这些传统的高级白纸 组装了一件又一件 充满破坏力的一个纪念碑 她组装了这些 由历史性工厂所生产的高级瓷器 事实上她也有连接了刚好历史 阶级跟时代性 由于她出生在匈牙利 那个东欧的这个复杂的一个背景 整个成长的过程 所以对她来讲 诚如她自己讲的 我的作品是根植在于极端复杂 跟丰富的一个东欧历史文化 它混合了国家宗教语言 跟种族的一个聚合 年轻的时候 她事实上她觉得她在布达费事 就已经感受到 这个非常强烈的一个震撼 再来这位是韩国的艺术家 我不知道这个于教授 他这个应该就是 他用的应该都是韩国的一些气瓶吧 对 实际上他就用的就是韩国这些气瓶 他将这些破碎的气瓶 将它组装起来 他组装的方式 他是运用日本 传统修补淘气的方法 叫Kindzuki的方法 把他们连接起来 组装一个完全新的一个造型 这位艺术家 他本身也做了许多其他的 才用 材质做了其他许多的创作 这位荷兰的陶艺家 在2012年的时候 台湾的双年展 他曾经也来到台湾 而且展出了一件算是一件大型的作品 而事实上他本身的工作 他是一个陶瓷的修复师 他说由于很多人拿那个作品来给他修复 那很多东西 可能到后来 可能送来作品的人看看 也许他觉得不够好 所以他就后来想想 他就不要了 就丢弃了很多这样的废弃的一个瓷器 丢在他这个地方 所以他就说 他自2009年开始 他就决定自己来创作 以他自己修复师这样的一个角色作为起点 于是他将这一些破损 损坏的淘气 他将它组装起来 重新赋予他生命 还有新的故事 再来谈一下艺术家的精神性 现在3D的一个恋意的发展 对未来陶瓷界会产生什么样一个影响 讲真的 我并不知道 我也没有办法预测 但是大卫霍金师 他是美国神经科的一个治疗师 他本身也被视为一个意识能量的一个大师 他自己曾经在他做了一个实验中做一个测试 也就是说由电脑所做出来的艺术品 跟手工做出来的艺术品 之间有没有能量的差距 他的测试结果是有的 那我个人对这样的一个科学上的分析 我并不清楚 但是我倒是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高科技的一个年代 我们反而发现有更多的一个创作者 他经由他自己身体的一个劳动 跟材料的互动 发展出一个更紧密 甚至更加专注在于细节的一个投入 这位美国的陶一家 他的创作概念是 专注在于现今过度消费的年代 人工化的商品不断不断的被复制 他认为人类 动物植物所有的生态 都已经变成了非常的脆弱 而且朝向负面的一个发展 这位艺术家 他专注在所谓的植物 跟花朵的一个造型 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 不论是属于单一的细节 或一个群体的一个量感 的确都是让人家印象深刻 再来 这个是日本陶一家Hideo Hideo我也对他做过采访 Hideo的作品一直被称作 形体结构的创作 我们可以看到Hideo的作品的习惯 他都是习惯做这种大型的一个组装 我们乍看之下 可能就是Hideo先生 就是用一块一块淘板 所组装起来的 事实上他这个淘板 并不是一块一块直接切磕下来的一个淘板 事实上Hideo的淘板 都事实上是有一个石膏模型 所以一个石膏模型就是 他在这个模型内 他可能先丢入一些所谓的 彩色的色块 或是一些色块 一块都进去 然后他再用泥浆灌注到这个石膏模型 当他灌注的速度的快慢 或是灌注的量的少或多 都将造成这块淘板最后出来不同的效果 所以事实上我们可以从右边的图可以看得到 即使是一个最侧面的一个 侧面的一个单边 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他每一块图 淘板都充满了结构性 都充满不同的触感 再来淘湾 台湾淘湾家苏淑美小姐 我想苏淑美小姐 她的确也掌握了淘土 可以复制所有材料的这样的一个特质 所以他创造出像钢条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造型 他以重复性的一个专注和毅力 将这些钢条一条一条的堆叠起来 组装成这些非常具有量感的作品 再来这是比利时的陶一家 他的作品并不算大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所有彩色的一个区块图 每一块彩色的区块图 事实上就是一个小的土球 压下去的 然后再来 他就在上面又用针 做出了一个装饰性的一个结构 日本陶一家 倒启龙立直 我也访问过他 我想我们每个做陶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我们做陶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元件 可能是一条一公分两公分甚至五公分处的一个泥条 或甚至是一块陶板 或是拉胚就是一个拉胚的一个胚体 但对倒启龙立直来讲 他的一个基本元件 他是一个0.1的像是一个 像针一样的这样的一个0.1的一个泥线 或像0.1针头的这样的一个泥头 作为他基础的一个元件 所以即使说像他说 他很像一般陶一家一样 每天认真的工作 他一年能完成的作品 大概只有三件到十件 由于他的这个局部的元件都非常的细腻 就算我们都知道 如果我戳了一条一公分的泥条在桌上 根本没有几分钟之后 他就干顾掉了 所以为了他完成他的作品 他甚至自己创作出了一个箱子后 然后在里面做了一个保湿的一个工作 以方便他能够把所有的作品 然后顺利的完成 我喝口水 我想谈一下有关艺术家的一个精神性的部分 我们创作者的一个精神性的部分 我想现在高科技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他的确提升所有的程序的一个速度 跟他的效率 他同样的也提供了物质跟感官 跟多元跟刺激的一个选项 他同样带来医疗跟科技的一个进步 但是人类的心灵到底有没有更多的平安呢 我个人其实我一点都不排斥科技 但是对我个人来讲 我比较关切的 倒不是科技性的一个部分 而是人类内在一个精神性的一个部分 我想对于大部分的陶一家而言 泥土它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材料 它非常笨重 它非常泥鳞 但是它本身却具有非常迷人的可硕性 此外由于我们人类跟陶土这样自古 就有这个非常自然的一个连接的一个关系 所以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 做陶的当下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的消耗的体力 但是我们却在创作的过程 都得以跟这个材料 保持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互动 甚至得以非常的专注跟投入 这样的一个踏实的一个平安的感觉 我想许多大部分创作者 都拥有这样一个平安的一个经验 这个美好的是一个时光 所以我认为这种身体劳动的投入跟专注 事实上就有点类似动态残休的一个过程 这位心灵作家A Heart Talk 我非常喜欢他的一些想法 他的一些他的书 他自己曾经说过 无论在自觉与否 所有的艺术家都是通过在无念的空间中 在静默的状态下 获得创作的灵感 然后再透过心智为创意找到一个形式 其实是就连最伟大的科学家也表示 他们的突破性 创建性 皆来自心智静默的一个时刻 我想这边所谓的静默的一个时刻 也就是指的就是专注在当下 也就是当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得以全神贯注 似乎那个瞬间我们又回到了远古 我们跟泥土之间似乎又再度重新做了这样的一个远古的一个连结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感受 好像天地之间的杂音 我们内在的杂念 还有妄想 甚至我们在内心的一种焦躁不安 那个时候他好像就消失了 那一般来讲 这就是所谓的无念 无念也就是一般我们禅修所做的一个训练 科学家研究指出 大概在四万五万年前的人类就已经透过创作 像说碧穴的动画啦 思考人类的一个存在感 大概在三万年前左右又陆续的发现 以各种不同材料所雕刻出来的人朔 他们也有可能是和未知的自然天地所做的一个连结 而事实上透过的这些考证 可以让我们知道 远古的人类的祖先 他们并不是只有具有原始生存的本能 他们事实上更具有灵性精神的本质 所以人类在整个未知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旅程中 从古到今 我们的确对于创新充满了好奇 但我们的确也对于这一趟未知的生命旅程充满了迷惘 所以自古以来 我们人类就透过宗教 透过哲学 甚至透过艺术 来探索生命的一个存在 除此之外 心理学家龙格 他也不断地强调 艺术跟人类之间尊严的关系 以及人类精神在艺术的重要性 事实上 我在青少年的时候 我就非常的喜欢看电影 特别是我在重稿的那几年 我常常一个人跑到二轮的电影院 然后我进去 我一次就可以看两部电影 有时候我就坐在那边重复地看 到了大概我三十岁以后 又非常的喜欢看艺术性的电影 或是这种独立制片的电影 而且这些电影发生的一个背景 可能是世界各国 不论是亚洲啦 中东啦 美国啦 欧洲啦 非洲啦 对我来讲 坐在西院的我 我并没有特别对这些国家背景的 产生任何一种隔阂感 事实上我反而随着剧情 我有时候大笑 我有时候默默地流泪 其实对于当时候那个非常充满了叛逆 对抗的我而言 在我流泪的那一瞬间 我似乎感觉到有一道光 它轻轻地敲扣着我非常坚硬封闭的心灵 瞬间我可以感见 有一股非常短暂但清晰的感动 那个感动 它提醒我 我可能已经遗忘 我应该对自己 和对别人应该更有多的宽容 而且它也唤起我 身为人类 应该有更强烈的同理心 同样的 当我读了一本好书 我看了一件好的作品 我听见了一首好歌 像了一个经验 我都一再地被重新唤起 唤起这样一个美好的连结 而我想这样的一个连结 事实上常常都是通过 创作者的音乐 文学跟创作 它传递了超越物质 跟功力的一个精神的力量 而事实上我至今大概写了 大概有超过一百多篇的 一个陶艺的文章 身上每次当我凝望着 一些作品的时候 我想我在中间看见的 并不是只有视觉造型的美学 而是在这些创作者的身上 我看见他们在生命 每一个不同的阶段 对于艺术领域的探索 其中最让我感动的部分是 我看见藏在作品背后 艺术家的一个精神性 我想结束的作品 它当然不分东方 不分西方也无关古代或现代 但是那些一再会吸引我停下脚步 观看的作品 他们似乎都有几个相同的特性 也就是我可以感受艺术家 对于创作的一个诚恳 他的纯粹 他的专业跟他的热情 而且他也有那样的感知 感知他所活在的年代 以及就在转角后 可能将要发生的一个未来的一个现象 所以突破他们的作品 他们删发的这种生命力 跟创作者的本质 这些艺术家他们把这些无形的一个力量 带进了他的作品 事实上我在里面看见的 他们超越的不是只有技术 更重要的是他的思维跟他的精神 他不断的传递 他不断的启发 我想在20世纪的时候 这个地球总共有超过一亿 为同胞被我们自己人类所杀害 然后最新的资料又显示 现今地球99%的资源 事实上已经是被1%所占领 另外一个资料也已经显示出来 就是北极的一个冰城盖 他们称作 科学家称作夏天无冰的现象 就在2016的夏天 就是此时此刻即将消失 这是地球十万年来 首先发生的一个情况 这个结果会导致怎么样呢 就是全球暖化更加速进行 然后会引发更频繁 更严重的一个气候异常 其实科学家原本预测 这样的一个天灾 大概是在2050年才会发生的 然而我们过去这几年 我想不分国家区域 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感受到 这样一个天后异常 所带来的一个惊人的天灾 事实上已经远远超过 我们自称万物之灵的人类 所可以想象 所可以掌握 所可以预料的 我想当我们人类 一再地仰望着 所谓不辞感官的一个刺激 然后喜欢做这些标签的分类 甚至以追求功利主义 作为我们生存的标准的时候 我想人类在所谓的 文明的进化的定义里 我想它并没有带给人类平安 人类的焦虑 人类的疏离 人类身体跟心灵的病痛 这样的人数我们都知道 可能所有的行业不断地替换 但是只有医院的人数不断地攀升 但是事实上 也越来越多的科学的证据指出 身为人类的我们 每一个人内在都有一个 强烈的磁场能量场 而这样的一个能量场 事实上跟地球的能量场 是相互对应的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这个地球能量场的创作者 对我而言 我想人类屡身具有的 这样的一个精神性 我想把它称作正面的能量 对我而言 它就很像黑暗的光 的确它在我们每一个混乱的年代 它的确也为我们人类 照出了一个应该走的一个方向 而身为艺术工作的我 我想我并没有办法 可能没有办法 透过我的作品 成为每一个人的光 但是我个人 透过我的创作 我的思考 我的体振 我可以至少我有能力 为我自己内在 点上那把火把 我想当这个地球 大部分的人类 都有了这样的一个 意识上的一个自觉 当每一个人 都愿意把内在的那把火把 都同时点燃的时候 我想 黑暗自然就没有躲藏的地方 最后我想想的是说 我自己身为一个三十年的陶一创作者 然后做了二十年陶一报导的记录者 更重要的对我而言 就是身为人类这样的一件事情 在这一趟整趟的一个未知的生命旅程 我想特别是在越混乱的一个年代 或是一个越不确定的时刻 这个时候我更要常常停下脚步 然后一再地询问我自己 我到底想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的价值 最后我想用约翰凯奇的话 做今天分享的结束 我们事实上并非朝着某个目标迈进 而是与目标同在 它与我们一起改变 如果艺术有那样的目的 那就是让我们睁眼看见这个事实 那今天的分享到此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